IT全博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新奇有国外网友表示 在苹果零售店的经历让他感到很失望 当时他正在苹果零售店 为他11岁的女儿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结果在付款时 苹果销售花了20分钟才完成结账 而在今年1月的时候 当他购买一台显示器时 跟一名零售店工作人员要结账时 其工作人员说 他们是苹果的Genius 只负责技术支持不负责销售 真是把这位网友气得快吐选 有观点称 如今的苹果零售店 已经成为主要的品牌活动场所 而不再像之前那样热衷服务于购物者 苹果线已经开设了500多家零售店 雇佣了7万多员工 Genius Bar曾经是以提供技术支持而闻名的 但如今基本已被在店里闲逛的员工所取代 而且还很难找到 一个致命的原因是 因为现在人们摆弄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 需要他们来维修 所以就没有人来做销售服务 而近期苹果更换了新的零售业务主管 新主管主要面临的挑战 就是让苹果零售店对购物者更加友好 或许将会全面改革招聘和培训工作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在未来几年里 苹果可能会在零售店里设置专门的人员 来销售一系列服务 例如音乐订阅延长保修等 苹果计划通过强化服务业务 来弥补iPhone销售放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